那一次是我最後一次穿裙子 我到時候上完那一次康熙 我再也沒有碰過裙子 那如果就是走 比方說帽丁 然後皮裙這樣呢 我現在很難接受耶 那一次真的對我影響太大了 四襪你是不是覺得不穿 四襪我真的以前都穿啊 我就是那一次上完之後 我就覺得我得了恐懼症 再也不敢了 而且那一段的點 就是網路上的點閱率 到現在比我所有上過任何節目的 點閱率都高非常多 沒有人可以超越 這個真的是陰影 我跟王怡萍就是覺得說 這過去就頂多讓大家討論 但是他現在還懷恨在心 因為今年又發片 發片完之後那個影片就一直滾 然後滾到內地 滾到鄉邦 滾到華 所以你看到高嘉峰 後來還是能夠有幸福的婚姻 不會鬆一口氣嗎 就是說再怎麼可怕一遍 都會有做發言 但媽媽媽其實還比 這有什麼好比的耶 我很難想像 說真的 我剛剛看到那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我跟小甜甜結尾算什麼 我跟小甜甜結尾的畫面出來以後 觀眾的反應是正面的嗎 正面的 就是正面的 很有君子風度是不是 走女生路線也可以走別種啊 因為後來就是很好玩 有人可能找那時候 Mister想要就是也是變成 比較Lady的感覺 他們就直接說 那你們四個變就好 但那不用變了 因為他們都看過我變過成那樣子 可是沒有影響妳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不會影響到我工作啦 對啊 工作上不會影響 所以不是我們逼妳走上中性 這條路的吧 的確是在那時候之後 就再也沒穿過裙子 而且每次我媽媽就會想說 妳什麼時候要穿裙子給我看 我說網路上有影片 妳可以自己買每天看 妳媽竟然還會希望妳穿裙子嗎 會啊 還是會啊 你知道那天 我們在發片記者會完之後 我媽沒有出席 我媽沒有出席 然後回去跟我爸說 她有穿裙子嗎 我爸說沒有 都西裝 然後我媽就沒有來 妳媽媽還在期望妳走少女路線 會 她會 她沒有念 她只是說 妳要不要把別人也脫下水 她只有這種感覺 妳媽是不是在幻想 妳們第二波就會穿長洋裝 在那邊挑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因為我們團員的其他媽媽 也會打電話來說 我以為妳們組的是像少女時代那樣 就覺得脫女還是穿西裝出來 她怎麼會成為十道 少女時代 對 怎麼變K1了嗎 她名不就叫做MISS嗎 對 可是媽媽都只記得MISS的部分 後面有T.E.R 所以如果有團員懷孕 妳也會把她從椅子上拉起來嗎 你說懷孕啦 不可以嗎 其實我問過我大老闆這件事情 說問過哪一天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個大老闆 不過我問說 這也有啦 對 就是有說 那如果我們五個真的懷孕怎麼辦 一起 同時 因為MISS的懷孕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很難接受 有時候就很好奇 就問我大老闆說 那真的懷孕怎麼辦 他就說他覺得其實這方面 我們公司沒有那麼嚴 因為本來大家就很特別 所以如果是真的有這樣 他會祝福我們 你的未來藍圖裡面 有懷孕這件事嗎 以前有 以前有 現在不可能 我覺得進正錡這幾年真的不可能 不好意思喔 媽 我真的 對 正錡 妳媽媽應該沒有在看這個節目吧 我媽每天都看 蛤 對 昨天我媽還在很興奮 所以明明會參得淑女一點嗎 還在這件事 對 我不會 妳媽媽為什麼還懷抱 這麼遙遠的夢想啊 因為她真的是把我 以前真的把我當小公主 妳為什麼不好好跟她講呢 說妳就是要中性啊 講過 可是我覺得她 她也是 就是我講歸講 她還是有她自己的想法 還是我們今天為了讓她開心 現在到後面幫妳換一個 沒有 沒有 對 妳就聊了媽媽一種心願嗎 有機會我私底下放學 我的小禮不給妳 沒有 我怕我穿不下 對啊 她應該算我已經停這種話 對啊 那我可以選五秒鐘嗎 這應該要孝順 真的要孝順 我可以選五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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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想氣死妳嗎 對 如果五秒鐘 我讓妳跟高山空借吻的話 我覺得妳媽媽會很高興 我媽大概明天會捧那個 三百萬給康熙來的 什麼啦 好慘喔 我們當你們對分好不好 我老婆是可以理解這個事情 對啊 我要看 康熙休150 妳休150 好想看喔 那要付錢 沒有 我還要謝謝大家 讓她媽媽 對不對 而且她背後是有故事的耶 是要完成媽媽的心願耶 很感人喔 沒關係 就是要日文都在 好玩這些事情嗎 而且還要食指交扣對不對 對 跟小明星一樣 不用這樣… 我錯了… 我錯了 我去換衣服 換衣服 換衣服親吻 然後再有150萬 真的 我們現在上戴安娜去換衣服 對… 我後面有很多洋桌 你最漂亮的節目 真的啦 我們還現在有第二張 我怕第二張那個影片又繼續過 歌曲唱得不錯啦 但是你們花唱得不錯 就是樣子太乖 所以不是她 對 好 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對巧克力做了什麼 有 一定看一下 你 邱先生 你好 我是邰先生 我是邰先生 邰先生要推下什麼產品嗎 好笨喔 那麼誇張啊 就是邰先生 你要把它全部拉上來 你要這麼… 你要這麼超過對不對 觀眾會不會轉台 這集就靠你了 沒有 邰先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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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太堅持在那裡說 對 你只要擺那個側臉 不要這樣好不好 好… 好好玩喔 好 所以 我真的覺得其實還好喔 OK 我們看看好了嗎 超歪的這個臉 超歪的這個臉 你完全變這樣耶 很像有一半臉被掌風掃到的感覺 你可以演一半男一半女那個東西 妳現在講話有故意歪嘴嗎 沒有 妳可不可以把那邊的臉 理解還放下來什麼的 好難過喔 妳為什麼要驕傲一直這樣 妳好過分喔 好過分喔 好過分喔 為什麼妳們要上這個節目好奇怪 妳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妳知道 我那時候內線討論的時候還沒有這麼正經 然後現在看我發現覺得我好像想死耶 就跟我剛剛看的影片是一樣 到底是素顏比較可怕 還是只畫半邊比較可怕 當然是只畫半邊 是全妝耶 而且她真的引起廣泛討論 所有朋友隔天都會說 你們有沒有看昨天巧克力卸妝 大家每個人都有問耶 因為卸妝後真的長得很不同啊 妳沒有覺得不同啊 不要放這個啦 我覺得應該是她戴眼鏡的關係 沒有 未來卸妝的明星 都是有把握自己不會太離譜的啊 結果那次來又影響到妳的廣告的 那個代言工作之類的嗎 因為妳知道那半年 真的很常重播這一集耶 有嗎 真的 那半年就真的一直會有重播耶 因為那半年每次只要我 我們應該不是故意重播妳這一集 其實大家都被重播喔 好有倫啊 可是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因為好 我每次只要就是一出去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人跟我說 我又看到妳的康熙卸妝了耶 我怎麼說什麼每個禮拜都有啊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有啊 因為我們把他剪掉 我們每一集的片尾 所以有廠商 以為妳臉是歪一邊的嗎 對 對 太棒了 幹嘛故意都要去講